记者黄旭磊高雄报导 台法合作建立非线禁温流 风狗浪预警系统提醒调课 于明事先远离海岸并调整出海时程 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副校长 陈阳一本岳赴法国艾克斯 马赛大学S.Mathel University 与马赛中央理工学院Ecole Central Mathel 与二校签署合作备忘录 将向法国气象局演领提出台法 NOSTANR国际合作计划 透过与二校共同实验室 非线禁温流研究中心 Institut Recherche Sir Lesth Non-Nathalse Equilibre 研究台湾四周海域风狗浪 并建立预测模式及预警系统 陈阳一位海洋研究专家 他指出异常波浪 风狗浪 来无影 区无踪 浪高最高达30米以上 约10层楼高 为超市性波高两倍 也由于形成速度极快 不可预测 科学界对它了解相当有限 另外 风狗浪长造成传染 并且危害 禁案人员安全 对海岸工程 海市结构物破坏超乎预期 正应要说 除了与二所国际顶尖大学合作 法国气象局也将提供波浪与海流交互作用的三维海洋波浪偶和预报模式等成果 期待在台湾海域建制大尺度波浪偶和作业化预报模式及系统 中山大学研发长周明奇 郭继长郭志文 海洋科学院院长李贤华 海洋科学系教授陈冠宇 海洋环境及工程学系助理教授于嘉顺及许洪举博事业随行复发 艾克斯马赛大学与马赛中央理工学院有八个共同实验室 与中山大学合作的非线性问流研究中心 艾克斯马赛大学有七万四千名学生 是法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校友及教师已产生四名诺贝尔奖得主 而马赛中央理工学院则是法国两百一十所高等工程师学校排名前二十名学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